好 今天羅王者已經跟我們相處大概一個多月 然後爸爸發現前幾天他都不動了 我把他拿出來 然後他都不動了 代表說他已經先離開了 然後這個時候 爸爸已經準備一個空的盒子 裡面要裝什麼 我可以抓他 水 不抓他 你可以聞一下他有味道了 你聞一下他的味道臭臭了 好了 我一下下就好了 他剛剛覺得有動 他沒有動 他已經沒有動了 他就是正常他的時間已經到了 那我們就是要把他放到這裡面 加水 然後我們要準備做標本 那你對羅王者 羅王者是誰的 我是水屋 我裝的水 羅王者是誰的 對 阿你會捨不得嗎 他是很乖的喔 很乖的獨角仙 下面你會爆衝你看 對 很乖的獨角仙 然後而且他又會 就是你家吃什麼都吃什麼都乖乖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好事是 他有幫那個母的獨角仙有生了六七顆蛋 那我們就接下來這幾個月就是來觀察 有沒有機會讓他復發起來 好 那我們就準備 不可能 他只能發成雞母蟲 不能變成獨角仙 就是慢慢長大 獨角仙應該要好幾個月 對啊 就是慢慢長大 我們就來看 看有沒有機會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這裡面 水 準備好 我倒 我倒就好了 會滿出來 然後爸爸這邊 放 放 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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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在這邊 放了 他都死了 我怕他弄到他身體快掉啊 裝水 他都死了 我們要稍微裝 有點滿滿的 他怎麼浮起來 可不可以把他帶 他真的 他真的怎麼會浮啊 可不可以把他帶去游泳 然後把他放到上面 然後讓我去救他 那又不一樣 那不是那個呢 要不然把它撐到 那不是玩具 然後那個抓起來 我們為什麼要裝這個原因 是因為 可是他都浮起來 我要給他裝標本啊 不會 我就要把它壓下去了 輕輕的 為什麼不能太遠 他感覺爬在上面 他怎麼有水珠啊 對 爸爸為什麼他有水珠 這裡面是水 因為他不乾淨 因為我們要讓他裡面的那個臭臭的味道 要全部給他 給他散掉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有水珠 這樣裝是不是還不夠滿對不對 為什麼他有水珠 這樣還有水 爸爸為什麼羅王者身體有水珠 啊水珠 他碰到水了啊 剛剛碰到水啊 我再裝滿一點 他是不是髒髒 他沒有 髒髒沒差啦 做標本還好 我知道 還有水喔 你有買那個嗎 保麗龍 我後面再去買就好了 嗯 做標本呢 還不是都用海綿 海綿 海綿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再一次喔 他水會露出來 好露出來是正常的 可不可以摸 摸哪裡 摸水 水不摸了 好再看一下 欸滿了 裡面只有一點點空氣了 那這就是 我們先 我們先給他那個 摸過了 好你摸了 我們先 我們先給他 裝那個水 然後標本 等一下浸泡個 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讓他身體的那個味道沒有以後 我們再 再給他曬乾 好不好 那就先到這邊喔 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